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帝 你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都找了你好几天了 没出什么事吧 没有 没出什么事啊 快快 进屋歇一会儿 喝点水 来 坐吧 家里都好吗 好 爹特意让我来看你 天亮 你跟曾先生没事吧 没事啊 我去过你原来住的地方了 曾先生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 那是她同学 同学 嗯 你就别瞒我了 你跟曾先生 是不是分开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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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怎么住在这儿啊 大帝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我还问曾先生你在哪儿 他跟我说他不知道 这个畜生他敢骗我 你们吵架了吗 没有 我就是打了他一拳 你干嘛打人哪 你别看我没读过什么书 但如果懂他能让忘了复义 在戏台上 那他就是陈世美 行了 大帝 这些事情你就别管了 我不管 当初要不是我知道 曾先生在等你 我能放你走 这件事情 不是你想的这样 大帝 家里的珍珠米 长得好吗 我爹 为了救我 把天送给你爹了 你说什么 警察局来人到我家送信 说三天内到牢里面收我的诗 我爹一听就急了 找到你爹 把天送给他 让你爹进城来救人 不是叶小姐 把你和光年带出来的吗 对 就是那个和曾先生在一起的女人 把我带出来的 那怎么又变成我爹进城求人了呢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得问清楚了 整个阳城都找遍了 可能 他真的离开阳城了吧 我想去趟永和村 再找奴老爷 找奴老爷 你就算找他 他怎么可能告诉你呢 我先走了 这边是哪儿 叶小姐 让他进来吧 这边是哪儿 我先走了 我想问问你 光年和大帝 到底是不是你救的 卢小姐 不是亲眼看见 我把大帝和光年 从监狱里带出来的吗 你好像没说实话 大帝告诉我说 是我爹进城救的人 卢小姐 你得守信用 不等大帝出来了 你又想得到光年 你说大帝到底是谁救的 卢小姐 你不是亲眼所见吗 难道你还不相信 自己的眼睛吗 你不告诉我 我会自己去查 如果我知道 光年和大帝 不是你救的 我一定会把光年找回来 叶小姐 叶小姐 您别着急 这事是个无头案 谁都说不清楚 不过这人 毕竟是咱们逮出来的吧 奢九还得认灵瓶呢 可问题是 大帝他已经找上门来了呀 天亮 你这是干什么呀 怎么干什么呀 走 屋里说 王海 你查了吗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据邻居说 他们的关系很不一般 明白了 先把大帝给摁住了 别让他胡说八道 行 去吧 你把这些东西都拿回去 你放心 这些东西是我自己 花钱买的 你自己花钱买的 也应该拿回去 来来 天亮 坐下我跟你说 坐下呀 我呢 要出去一段时间 去你们村去清匪 所以我必须把这些东西 都拿过来 让门口那些人都看见 他们以后就不敢欺负你了 明白吗 好 那以后 以后不能这样了 好 以后听你的 我刚才听你说 要去哪儿清匪 你们村 我们村 星国 我拜托你一件事 说 你帮我去查一下 大帝他 到底是谁救出来的 大帝 嗯 曾经长叫我来 有什么吩咐 你替我去办件事 告诉陈贵家的人 是叶小姐把大帝救出来的 叫他们别过河拆桥 曾经长 你放心 这件事情 这两天 我就叫人去摆平 好 黄年 休息会儿吧 别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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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年 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我的面前 总看他的滑翔啊 对不起 对了 你省城的姑妈 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你什么意思啊 没别的意思 我只想说 我们能不能维持 同学和朋友的关系 别互相干涉对方的生活 好 我这次进城去看天良 天良跟我说 当初你不应该把田递给他爹 因为是天良托人救了我 这话天良也跟我说过 可当时 那警察到咱们家来 说三天后要给你收尸 而且我还听说 这参加农会的人 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那对了 天良怎么样了 天良 跟曾经人分开了 真分开了 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点什么事 可是我问天良 天良他又不告诉我 人家不愿意说就算了 天良是个好人 以后 有什么能帮的 多帮帮他 还有那田的事 别跟你妈说 只要是让他知道了 咱们家 还能有好日子过 陈大帝 你怎么找个事来了 谁啊 既然你们全家都在 那我告诉你们 是谁把你们家大帝 从里面捞出来的 是叶局长家的千金 这个人情是叶局长家千金的 你们可不能翻脸不认人哪 那叶 那千金是谁呀 兄弟啊 那天是谁把你从里面 带出来的 那个女的就是叶局长家的千金 你们可别过河拆桥啊 慢点走 慢点走啊 好 你听明白没有 大帝不是奴老爷救的 这事现在说不清楚 怎么说不清楚啊 大帝 叶家千金谁呀 那叶小姐 就是警察局长的女儿 你瞧瞧 全明白了吧 全明白了吧 不是奴老爷救的 那你奴老爷凭什么要咱们田呢 大帝妈呀 咱不能落水要命 上岸要财 过河拆桥的事咱不能干 我跟你说 这要是大帝是奴老爷救的 我屁都没有 不是你救的 你为什么要我不加田呢 田棍 去 把田给要回来 是咱们求人家办事 不管奴老爷求没求人 他毕竟答应咱们这件事 而且 大帝的命也保住了呀 大帝保住一条命 跟奴老爷有关系吗 陈棍你得说这个 你去不去 你不去我去 你也不许去 我怎么就不能去呀 妈 您得少说两句吧 听我爹的 我爹讲的有道理 有道理个屁 你们爷爷俩都是一样 作风不归 我去我告诉你 妈 趟回事 趟大伯 大帝不是奴老爷给救出来的 那田得要回来呀 陈棍哪有这胆啊 陈棍啊 那田可是祖宗传下来的 当初爹可说了 死都得把那田保住 你这田必须得要回来 你要不敢去我跟你去 走走走 走 那 你说你还是爹的儿子吗 这将来你死了怎么去见爹啊 大伯 妈 你们就别逼我爹了 我爹要是去了 我爹那脸面往哪搁呀 什么脸面啊 你爹那脸面重要 还是咱组中传下的田重要啊 我跟你说 陈棍 我要是你 我 我 我就死了我 走 他大伯 别跟他废话了 你去去去去 走 他大伯 你帮我叫去 走吧 你别去啊 快去 你别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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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就這樣走了 既然他那天還說過 天良是個好人 以後能幫著點他的 就多幫點他 這成了我爹最後的交代 我對不起我爹 他說什麼了 怎麼回事啊 他們說是葉小姐救了我 我媽一聽就急了 逼著我爹向你爹要填 我爹不願意向你爹要填 結果 就上吊自殺了 你爹幹嗎呀 花嫣巧語的讓媒婆來騙我們 大嶺啊 哪個媒婆不是花嫣巧語 是你自己想多了 畜生 你爹在永和村 從來沒被人家說過一句閒話 出過一寸脊梁骨 大弟 回去 把米給人家送回來 這個畜生 他這是要上方接網才探 天亮 爹一直放心不下你 要不你就跟我回去吧 我不回去 可 可你一個人在這兒 怎麼行啊 你放心吧 我不會有事的 大弟 不管是不是我爹救了你 我都會想辦法 把田要回來 不不不 我不是那個意思 您就是奴老爺吧 幸會 幸會啊 這位是 鄙人姓陳 陳友才 鄙人李興國 少校營長 李長官 李長官 這次特受上風的指派 來跪地青鄉剿匪 來 二位裡邊請 二位 我們部隊啊 是第一次到這兒來 借用了你們的祠堂 有什麼得罪的地方 請多多見諒啊 哪兒的話呀 我們歡迎還來不及呢 是 就怕辜負了二位 和鄉親們的期望啊 不能不能 上次長官帶領部隊 鎮壓農會 可是立了大功勞 對付幾個手無寸鐵的農會 算不了什麼大功勞 對了二位 知道劫匪是哪個人 這這這 外地來的不少人呢 領頭的說不好 他們還有槍呢 他們有槍 槍 二位 有個叫陳大帝的 是你們錯的人嗎 您說那是我侄子 他住在哪兒啊 遵信 您找到我帶您去 不忙不忙 二位老爺 這以後啊 咱們可就是一家人了 啊 免不了要多多麻煩二位了 哎 您太客氣了 是是太客氣了 那 趕快吧 嗯 時候也不早了 要不到我那兒用個便飯 哎 不了不了 諾老爺 等我們這次清香剿匪結束以後 再喝清宮酒 一定一定 那就不討扰 告辭 不送 告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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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弟媽 那國軍長官很認識大弟子 小姐 他還問你們家住那兒呢 大弟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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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軍清香了 是不是要抓那個 結弄了那家糧食的人 太抓誰抓誰 大弟媽 這我聽說那幫鬧農會的 上山里去了 還緊張出來殺父濟貧 我這擔心 這二弟會不會又犯糊塗啊 你別瞎說 但願不是但願不是 你又給你 我爸和你 走走走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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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老爺 這永和村 與米之鄉啊 是是 是 不我就奇怪了 這麼富庶的地方 怎麼會有盜賊呢 我也是頭一回遇上 以前這兒從來沒有出口盜賊 不會 不會吧 要有呢也是八百年前的事嘛 陸老爺 以你之見 這些盜匪 是本地的還是外鄉的 李長官 您走南闖北 經的事多 您一定心裡很清楚 還聽說當年鬧農會 你們這兒鬧得也挺兇的是吧 啊 那個老陳家那個二弟 帶了一幫外鄉人到這兒鬧騰來了 村里人都聽他的 聽啊 你想他跟你鬧這個分田地啊 農民誰不想分點田地啊 就跟著他鬧唄 諾老爺 你們是怎麼收租的 按四六分成 不對吧 政府規定是五五費啊 李長官 那辦不到啊 您算呢 我們得交地稅 人頭稅 教育稅 治安稅 這趕上軍隊鎮壓農會 我們還要交軍糧 光這回我交了一百多單 您算算幾年下來我得交多少 好幾百單哪 陸老爺 你們家有多少畝地啊 二百畝吧 收成怎麼樣 收成反正也就個一畝地 有有個四五單 一年收兩劑 將近兩千單哪 不是那得風調雨順的 那平常也收不了那麼多 那要是遇上災年 你們怎麼收租啊 那還得安四六分呢 那電農呢還有口量嗎 李長官 我這麼跟您說吧 我們這村裡邊沒餓死過人 我是說李長官跟咱們不親 不親更好啊 他少來兩趟 咱還省錢省糧食呢 可是我覺得他來者不善呢 你說他怎麼一步都不進咱們家門啊 這幫當兵的還不是在這兒比劃比劃 嚇唬嚇唬土匪 一拍被鬼就走了 你呀少操那閒心 注意好你肚子裡孩子比什麼都強 老爺你放心 我要是生不出來呀 我就拿個大枕頭往肚子裡一塞 胡說 必須生出來 而且必須生個兒子 那萬一生的不是兒子是姑娘呢 姑娘頂屁呀 老爺 丹兒我告訴你啊 千方百計 你你你你你吃藥 針灸喝醋 不管怎麼著 好你給我生個兒子出來 老爺 李長官來了 這說曹操曹操到 讓他先在正堂等著 是老爺 李長官 陸老爺 讓您久等了 陸老爺 我這來打擾您了啊 哪兒的話盼著您來呢 剛還跟老爺說呢 這李長官怎麼也不來家裡坐坐呀 您千萬別客氣 我早就跟陸老爺說過了 咱們現在呀 是一家人嘛 是是吧 陸老爺 陸老爺 這我這次來啊 是想先大概的 了解一下 這次被截糧的事 春香啊 去把土根叫來 好 別別別 他在哪兒 我自己去就行 也好 春香 帶李長官到後院馬棚去 那我就先去了 您請 好 謝謝 跟我喝茶 好 坐吧 陸哥 陸哥 你跟我說說 那天被截糧的事啊 那天 有好些人 還都拿著槍 什麼槍 長槍短槍 都有 好些人 是有幾個人 十多個吧 都穿什麼衣服 你還記得嗎 都穿了老百姓的衣服 也有穿你們衣服的 穿我們衣服的 多老爺 哦 沛大爺 你看你這大宅子啊 不錯啊 這是當年天良他外公蓋的 天良他外公 是 李長官 時候不早了 今天就留在我這吃個便飯吧 不行啊 我那兒一堆事我得趕緊回去啊 那怎么行呢 你到我这儿 连个便饭都没吃 让别人知道了 这不笑话我吗 就是 李长官 这不改成了吗 就顺便嘛 您二位啊 千万别带客气了 我早就跟努老爷说好了 等这次清香酒匪结束以后 咱们呀 再喝青宫酒 对对对 再喝 再喝 行 我就不打扰二位了 告辞 告辞 好 李长官 你慢走 他这什么意思 他有个屁意思 不识抬举的货 小官 你怎么过来了 没事 我随便看看 快收割了吧 大弟 是 是 来 你过来一下 你 您有事啊 您有事啊 我问您啊 您知道 您家还有余粮吗 长官您问 这事干吗呀 您知道村里头有余粮的多吗 您知道村里头有余粮的多吗 这 这就不知道了 没几户 反正我家是断粮了 你觉得奴老爷这个人怎么样 不知道 整个阳城里里外外都找遍了 就是找不到的 那可能他不在阳城了吧 不在阳城能在哪儿呢 光年 我记得上一次 他在警察局被绑架 有一位军官好像认识他 他不会跟他走了吧 李营长 天良跟他只有一面之缘 怎么可能呢 我说如果 如果真的跟他走了怎么办 绝对不可能 我是说如果 如果真的跟他走了 你怎么办啊 我跟你说了一百遍了 天良他不是那样的人 好啊 不是不是不是 对了 别忘了星期五的复刊 他们还在等你的稿子 大弟啊 好 快回屋歇着吧 没事 妈 明天早点休息吧 大弟妈 好事啊好事 什么好事啊 你有什么好事 想不想 让奴老爷 把你们家的天还给你 想啊 你知道 那个李长官是哪儿人吗 哪儿的人 李家村的人哪 李家村人怎么了 我妈就是李家村哪 这要算起来吧 那不还是她舅舅哪 你要说什么呀 我去李家村 让我来舅舅妈 跟李长官说一下 准能把奴老爷 摘你们家的天还回来 你真的能把我们家田 要回来 大人 你要是把我们家田 要回来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好 那明天一早我就去 你看 我总不能光着手去吧 怎么了 你给我点钱哪 我好打电人家 我哪有钱哪 一辈子 那 那好 那你先给我吃完饭 我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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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你 谁啊 婶儿 我是山王 山王 我不能见他 我回来 我真的是 来了 来了 山王 回回 去去去去 山王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二弟让我给你们送点粮食 小刀 来 去跟我看一下 好 赶紧点 振着点 认得我啊 那二弟呢 他还在青山岭 他要你们保重 他会抽空来看你们的 青山岭 是吧 我听说青山岭最近可不太平啊 说来了一会儿强盗 经常来路打劫啊 大弟 那不叫打劫 那叫杀父激平 是我们干的 你去 小点声 你们干的 是啊 这粮食就是从财主那拿的 小点声 小点声 好吗 山王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现在部队已经进村了 回去赶紧告诉二弟 你们赶紧逃吧 大弟 你们放心 老百姓都支持我们 是 那大弟 我先走了啊 走 如果有什么事 去青山你找我们啊 好 好 慢点 快 妈 这蜜怎么办啊 乖 拿你们屋去 拿你们屋去 找个地方藏起来 好啊 大弟 妈 原来那是蜜十二弟请的 你在这儿 你在这儿 我下了你 行 不让我说也行 现在给我做晚饭 我饿了 快 明天 黑点 这么晚你上我们家干吗来了 我找你妈谈正事 你谈什么正事 你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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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弟妈说好了啊明天啊 你给抓森树啊 滚吧你 这么晚她来干吗来了 她说她认识个姓李的长官 能把奴老爷占走那个田 给她要回来 妈 你想田想风了吧 你她说的话你也信 我不想把那田要回来吗 大鸡饭真香啊全村都稳得见 你大弟弟你不做饭了呀 你让我吃一口 大鸡妈 我告诉你啊 二弟抢了农老爷的粮 是不是这个 你屁股 你干吗 你什么话呀你这 李小官可在村子里查案子呢 李小官可在村子里查案子呢 弟弟 你怎么上我家来了 吃饭呢大米饭 你那张臭嘴胡说八道什么的 你给我滚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你给我滚 行 我走 我告过你去 你告去 黑带 你干吗呀 黑带也在呢 小官 好 好 等了 展哥 再来去做 这黑带吃什么呢 吃那么香 大米饭 多香啊 好好好 这黑带不知道在哪儿弄的大米 非得让我给他做米饭 你两碗吃没有 他这妈给你两碗你做一碗 不有了事吗 不用了 来 长官 来来来 上房坐吧 上房坐吧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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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不了 我那儿回去还有事呢 你们吃 你们慢慢吃 慢点吃啊 黑带 你坐一会儿 走了 来 黑带 这个黑带 他也不知道在哪儿弄的大米 咸菜没有啊 烟死你 行 太香了 你坐好 二位 李长官找我们有事儿 没事儿 就是部队也到了那么几天了 想着二位聊聊 说 二位是乡绅 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政府啊 还靠像你们这样的人 来教化百姓的 您二位的一言一行啊 那都关系到一方的安宁和昌盛 对吧 好 如果您二位 能够把政府规定的这些事情 都做好了 那么老百姓这些事儿 不就简单了吗 您说是不是这个脸 我说李长官 爸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 那您说这地面上闹盗匪 也跟我们有关系吗 是啊 您说您想让我们盖实办办 二位啊 这两天 我去了几个电农家看了看 这家里头有余粮的呀 还真不多啊 李长官 记得我说过的话吗 我们村里可没饿死过人 奴老爷 等真正到饿死人那就完了 你仔细想一想 十里八乡闹农会 为什么闹得那么凶 一瞬间就像干柴烈火似的 一个电农一年四季都在种地 可到头来自己却吃不饱 那心里该怎么想 那您的意思是 让我们开仓震灾呢 还是减租呢 陆老爷 您看您说的 这政府本来就规定的是五五收租 可是您二位呢 常年六四收租 再说了 这多一成少一成 对于您二位来说是问题吗 那根本就不是问题 可是对于那些电农们来说呢 那就是致命的问题 李长官 为什么不去问问周市长 跟我们少要点粮食 光上次镇压农会 让我们多交了多少粮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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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比方法 我一次又一次的从省城回来 你知道为了什么吗 太太太了 这就还不给你了 我一定会你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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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看永和村记事吧 是 这文章写得真好 一般都是星期五出 星期六才有 这份你就拿着吧 姑娘 如果爱看 下次给你留一份 谢谢您 请 请 叶小姐 光汉 你去告诉光年 大脚住在什么地方 叶小姐 就等你这句话了 星国 回来了 怎么样啊 屋里说吧 哦 好 李姐 帮我看一下摊 哎 不宜邂逅 捧站行动 怕得硝烟将我牢牢包围 种子想念痴情思醉 唯有回忆太美 梦境驻不及防 从被打碎 少不尽是胡乱期待 愁愁的我忐忑 愁愁的我忐忑徘徊 趁你在幸福无限回味 不顾一切追悔 他与我相隔千山满水 欢呼太梦 请泪痕在心底 麻木了痛 出习惯了孤独 道不明说不轻 唯有心痛的痕迹 爱飘浮风转心如影水熏 我爱飘浮风转心如影水熏 眼望她的眼心滴满苦泪 此情排悬不定是否心相偎 旧日情资罪我将守护到沉睡 往事总终永世不分离 是否爱已失去 总有情难断心如影随形